审讯是 鲁大头心理防线崩溃 没到天亮就招供了 史素荣却还坚持着 不管公安问什么 他都拒不配合 既不否认 也不承认 全都用沉默来应对 这一招 史素荣是从动当年代 那些被他批斗过的人身上学来的 那些人被批斗狠了 也是什么话都说不出来的 多说多错嘛 看见汤洪恩走进来 他心里还是慌的 汤洪恩来得太快了 果然在这人心里 汤友如才是亲妹子 汤家其他人加起来都比不上 可惜啊 汤洪恩现在混得再好 汤友如也沾不上半点光 史素荣想到这里 心里十分快意 汤洪恩先开口道 我错得太离谱了 如果知道你和汤宪仲是这样的出生 我不会让你们在老家狗活这么多年 回乡务农很惨嘛 对汤宪仲和史素荣来说 简直是太轻松了 他们本来就是农民 只是因为他顾念亲情 才当了几年城里人 回乡务农 不过是将两人打回原形 却没有受到多少惩罚 甚至这十几年来 他虽然不和老家联系 但这夫妻俩 也不是一点好处都没有的 汤洪恩不怪汤夫君夫妻隐瞒线索 明哲保身 他只能怪自己 怪自己没有多思多虑 没有洞察真相 史素荣很是生气 你连医生大哥都不叫了 他配吗 汤洪恩语气平静 诉说着事实 他不配当我大哥 他甚至不配当汤家人 他还好意思和父母葬在一起 我不在意这些 但我知道你们在意 所以我会把他从坟墓里挖出来 再把他从汤家的族谱上剔除 史素荣瞪大眼 你 你敢 你不要名声了吗 汤洪恩忍不住发笑 当然不是我自己去做这种事 我想来想去 不如叫春雷侄子去做 你觉得如何 亲儿子要替亲爹千粉 是在正常不过的事 汤春雷那么想修复关系 等到知道史素荣和汤宪仲做了什么 自己就先吓死了 只要汤洪恩流露出那么点意思 汤春雷一定会主动分忧 没办法 就汤宪仲和史素荣这对夫妻 真的很难交出有骨气重情义的儿子 关键时刻 肯定是先保全自己 不 你不能这样做 你 汤洪恩打断他 我当然可以 你在乡下待久了 见识不够 你不知道我可以做到哪一步 他在仕途上有自己的理想 水质轻则无虞 汤洪恩不敢说自己做对了每一件事 但他做的每一件事都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他也有遇到官场清亚需要反击的时候 却不会牺牲老百姓的利益去对付政敌 他没想过要用手里的权力去压榨老百姓 这权力本也是人民群众赋予的 不忘这点初心 他就不怕官场清亚 但用来收拾坏人 为什么不行 史素荣不禁开始害怕 他曾经也很享受权力 在他和丈夫带头举报批斗汤洪恩 周围人看着他们的眼神中透露着畏惧 生怕也被他们扯下水 那些畏惧就是对权力的畏惧 他和汤县仲尝到了好处 批斗的人越多 别人就越害怕他们 可是拨乱反正后 两人那没什么根基的权力 顷刻间消散 灰溜溜的离开运南跑回老家 就是害怕被报复 被汤洪恩或者其他人 所以权力两个字是有魔力的 汤洪恩也不是十几年前的青年干部了 他如今是领导 都不用自己出手 透露点那意思 也会有人抢着帮忙整死他们 史素荣以己夺人 越想越害怕 那种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无赖 终于瓦解 不关春雷的事 也和若嘉没关系 还有你其他两个侄子 这件事发生时 他们还没有出声 你放过他们 有仇就冲着我来 史素荣最喜欢的就是大儿子和小女儿 其他两个儿子不过是顺带提了一嘴 也因为他们混得实在太差 汤洪恩为难他们也没有意义 汤春雷和汤若嘉就不同了 一个是史素荣最争气的儿子 另一个是史素荣最有前途的女儿 汤洪恩安静看了他一会儿 为什么卖掉小如 史素荣眼神多闪 我只问最后一遍 为什么卖掉小如 我要听真话 审讯室里史素荣感觉到的压力 难以向外人形容 当汤洪恩把窗户直筒破后 他没办法再以大嫂的身份去摆架子了 还有什么架子啊 汤洪恩连大哥都不认了 大嫂又算啥 他太受宠了 什么 汤洪恩只觉听到的答案太荒谬了 史素荣此时心中惧怕 又有一种压抑了许多年才释放的报复快感 没错他太受宠了 一个丫头骗子 没有在尿筒里溺死就不错了 还要教他读书写字 他配过那种生活吗 嫁进汤家 看见他的第一眼 我就讨厌他 还有你 凭啥你能读书上学 你大哥就要在家当农民 都是汤家人 一碗水端不平 公婆就是偏心 你们两兄妹都讨厌 我让鲁大头把他卖远点 卖到最穷的地方 让他一辈子都跑不回来 哈哈 你大哥一开始还不同意卖掉 我生了儿子后 说家里人吃饭的嘴太多 劳动力太少 他就同意卖掉了 卖那丫头骗子的钱 我可都给他花了 你还当干部 娶成林女人当老婆 不行 我不答应 史素荣情绪激动 脸上的表情 猙獰丑陋 嘴里说的话 简直像喷勃而出的毒液 汤洪恩意识到 他说的居然是真实想法 就是这么荒谬的理由 一个成年人 极度一个小孩 在家里受的优待 原来一些人作恶 真不是外界环境在压迫 而是他生性本恶 汤洪恩本想说 他能上学 大哥汤县仲要在家务农 是因为汤县仲 看见书本都头疼 根本没有念书的天分 而小妹 出生时早产 费了很多精力才养大 家里人难免 有什么说的必要吗 他为什么还要向史素荣解释 汤洪恩转身离去 只想离史素荣远远的 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 一定要把小妹找回来 汤叔 汤洪恩在门口一个亮枪 被站在门边上的周成给扶住 他站直了身体 发现夏小兰三人都很担忧地看着他 他刚才是急怒攻心 在史素荣面前绷着 离开审讯时就差点倒下 没事 他已经承认了 现在的重点 是顺着鲁大头吐露的线索往下查 一定要把人找回来 一把火就在汤洪恩心里熊熊燃烧 烧得他五脏六腑都在疼 也恨不得把史素荣和鲁大头等人烧成灰烬 这怒火需要有个发泄的途径啊 找 不管花多大的代价 咱都把人找回来 刘芬心疼得不知道能做什么了 就没见汤洪恩气成这样过 任何时候 他都是淡定的 是锐智的 是能控场的 怒火在汤洪恩身上烧 灼伤的是刘芬 他心疼自己的男人 汤叔 保重自己 你若是气坏了身体 又怎么和小姑姑团聚 我们肯定能把人找回来 这世上大奸大恶之人太多了 总不能全是好人遭报应 坏人做了坏事 吃得下睡得香 受折磨的是好人 夏小兰可不会指望老天爷 给坏人降下报应 老天爷太忙了 可能很久都顾不上 还是自己挽着袖子上吧 汤洪恩点头 你说的对 总不能全是好人遭报应 他不知道长大后的小如 会当好人还是坏人 但走丢时的小如 是无辜的侄女 被拐卖的孩子 没有不苦的 只有吃多少苦的区别 他妹妹在吃苦的时候 史素荣和汤县仲 在花着卖掉妹妹的钱 还有他母亲因为这个打击 一病不起也去世了 汤洪恩在派出所连打了两个电话 也就半天时间 由派出所侦办 变成了市局侦办 派出所协助 振兴同志 这不是怀疑你的能力 希望你能理解我的心情 整整29年 我都在受着煎熬 早一天 甚至早一个小时把人找到 他就能少受一个小时的苦 理解 理解 协助就协助吧 马振兴又没想过 要独吞此案的功劳 能尽快把案子破了才是真 能顺藤摸瓜 多拯救几个人就更好了 太出所外 汤春雷和汤若家都吓蒙了 进进出出的警车 是发生了什么大案啊 好不容易 汤洪恩在几个人的簇拥下走出派出所 汤春雷心里七上八下 硬着头皮上前 二叔 汤洪恩汉手 你在担心什么我知道 你别急 这件事我管定了 这话都说了 汤春雷本该大喜的 不知道为何 他却有点不敢和汤洪恩对视 他觉得这是赫赫官威 就在这迟疑间 汤洪恩已经上了车 夏小兰把刘芬一起劝上车 妈 我和周成在呢 有什么进展肯定第一时间通知您 车窗降下来 汤洪恩还不忘嘱咐 夏小兰和周成 有公安办案 你们从旁协助就行 不要把自己累坏了 看都未看汤春雷兄妹一眼 车子急迟而去 夏小兰和周成正想回派出所和马振兴商量 他俩要一起去济北省 汤洪嘉忽然跳出来 拉住他胳膊 你站住 夏小兰 你把话说清楚 到底怎么回事 洪嘉 你别胡闹 大哥 你还帮他们说话 他们在二叔面前一套 背着二叔又是另一副嘴脸 我非得让他把话说清楚 就这点力气 不用周成出手 夏小兰使劲一甩就能挣脱 又似笑非笑道 你感觉还挺灵敏 我是真的瞧不起你们 从你爸妈那里根子就坏了 逮竹难出好损 汤洪嘉 你哪点能叫人瞧得起了 华清大学还没考上呢 就先以天之交女自居 汤叔尚未搭理你们这群厚脸皮亲戚 就觉得自己是高官的侄女 身份高贵了是吧 我还没见过要犯的乞丐姿态摆这么高的 你算个什么东西 你不也靠着你妈嫁给了二叔 就仗势欺人 汤洪嘉气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她一向高傲 夏小兰却当众说了这么难听的话 更糟糕的是句句都戳中了她在意的地方 到底年纪还小 段数不高 脸皮不够厚 当下就快哭了 我至少还有亲妈可以靠 你就惨了 你亲妈只会拼命给你拖后腿 华清大学你还是自己凭实力考吧 至于当高官侄女 恐怕你无福效受 夏小兰的态度 她言语间透露出来的意思 还有二叔对他们的末世 汤春雷的不安 已经化为实质 夏小兰看她倒比汤若家清醒 虽是一脸茫然 却没有上前纠缠 春雷大哥 我最后这样叫你一声吧 我感觉你不是特别坏的人 事事难料 没有你想和汤叔修复关系 提出来要寻找走失的小姑姑 我们也不会查到小姑姑走失的真相 我竟有点想要谢谢你 不过对你来说就是事与愿违 你知道汤叔和小姑姑感情好 对小姑姑的走失耿耿于怀 却不知道 小姑姑是被你妈那个毒妇做主卖给了人贩子吧 不可能 她妈卖掉了小姑姑 汤春雷恨不得冲进派出所问个清楚 不容她细想 周成已经走过来 不用和他们废话了 汤叔不是说了吗 会主持公道 只不过主持公道的对象和汤春雷兄妹想的不一样 并不是被抓的史素龙 而是被卖掉的汤友如 将汤家兄妹留在原地 夏小兰和周成开始奔波起来 当日就跟着公安直奔纪北省 鲁大头交代的下线 并不是汤友如的真正买家 那人又将汤友如转手卖掉 反正卖家交代过 要卖到偏远又贫困的地方去 这恰好又是人贩子喜欢的销售地 毕竟那年月不像如今 有藏屋内构的色情场所 什么妓院大烟馆都被政府一扫而空了 拐卖出去的小男孩 多会卖给没儿子的人家当养子 拐卖出去的小女孩 则是给人当养女或者童养媳 汤友如前后被转手五次 最终被卖到滇省给人当童养媳 养女在一些地方 其实就是童养媳比较好听的说法 穷得娶不上媳妇的地方 早早买个女孩回家 能帮家里干活 长大了就嫁给家里的儿子 真是不放过任何一点利用价值 滇省 这个在明清两朝有吐司治理的地区 虽然也是在1949年解放 但它的贫穷 更胜过其他省份 即北省和滇省一比 都算是经济发达地区了 夏小兰还是拿1988年的现状来相比的 再往前倒推20多年 滇省的贫困程度可想而知 这里还居住了很多少数民族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 普通话的推广程度不高 29年前 被卖到这儿的小孩子想要逃跑 那真是比登天还难 就算夏小兰自己重生到7岁 遇到同样的情况 也不见得能从滇省的山区逃跑成功 人聪明也没用 靠她一双脚 根本走不出去 巧舌如簧都没用 当地人可能压根听不懂普通话 从京城追查到冀北省 又从冀北省辗转查到滇省 能有如此快的侦办速度 可见汤洪恩发了多大狠 老汤和周家成了殷亲 周家也不可能不管 最后这事惊动了周老爷子 在共同出力下 才会侦办得如此顺利 周城的婚嫁也全耗在这件事上了 人贩子又不会问货物的名字 他们转手卖出去的小姑娘不少 自己都不确定哪个是汤友如 夏小兰和周城一共去看过 七八个疑似的被拐女人 可惜都是满怀着希望去 失望而归 寻找的过程也不甚愉快 七八个被拐的女人 都和汤友如差不多大年纪 最大的也才四十岁 个个都已经生儿育女 和买下他们的家庭 有了密不可分的联系 寻亲可疑 但要把他们现在的家人 带到派出所去 他们又不同意 哪怕吃了许多苦 哪怕是被买来的 被男人任意打骂 他们也认命了 这就是最可怕的 有些年轻女人还想着逃跑 但从小拐来的 基本上是被洗脑了 夏小兰看得难受 但也无力改变这种现状 她试图帮助一个特别可怜的女人 在知道对方长期遭受家暴后 想要带走对方 也就只有这么多公安跟着 夏小兰才敢说这话 要不她和周城 连村子都走不出去 越是落后贫困的地方 面对这种是越团结 一个买来的老婆跑了 其他都要跑 那村里不知道要有多少人打光棍呢 反之 一个地方若有买老婆的情况发生 就绝对不会是个例 就说夏小兰想带走的那个女人 因为生了三个女儿 不能为男方家庭传宗接代 长期遭受家暴 夏小兰问她走不走 女人舍不得自己的女儿 夏小兰耐着性子 说可以带着女儿走出大山 年纪大的学点技术去工作 年纪小的可以送到学校 她也答应资助他们母女四人 直到能够独立生活 结果女人接下来的话 差点没把夏小兰气炸 她问我 能不能给那个男人安排个工作 已经离开了那鬼地方 夏小兰还耿耿于怀 周城知道 自己媳妇已经处于一个随时会抱走的状态 可能一直没有找到汤友如 加上亲自去见的几个被拐女人 都令夏小兰怒气不争 这种状态的小兰 是连周城都惹不起的存在 我们在替汤叔找人 不也是顺藤摸瓜 抓到了好多人贩子吗 那些被拐的女人 你已经尽力在帮助她们 不愿意离开 也让公安帮她们寻找家人了 夏小兰也知道 仅靠她们 是帮不了所有人的 看见了管一管 起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这些事更不是一朝一夕能解决的 她又想起了除英计划 真希望这个计划的是点能快点取得些成效 哪怕是一点改变也很好啊 我这两天脾气有点差 你就辛苦了 周城示意她去看窗外 心平契合一点 把这趟出门当成我们的蜜月旅行也不错 滇省的自然风光是很美的 周城真会苦中作乐 夏小兰沉重的心情也略微放松 这是最后一个地方了 如果再找不到 线索暂时就断了 放心 我们跑了这么多地方 肯定会有收获 这个村子 要翻越大山走进去 夏小兰走得双脚起炮 十几个公安陪着她们一起进村 个个都配枪带紧棍 这是安全的保障 据说 有一个疑似汤友如的 就被卖到了这个村子当养女 汤友如连一张照片都没留下 1959年以前 拍照是一件十分奢侈的事 夏小兰和周城只能亲自见到人再说 毕竟和老汤是兄妹 长相上多少会有相似的地方吧 而且 汤友如被卖掉时已经七岁 应该还会记得自己的名字和家人等重要信息 汤洪恩把鹏城的工作全丢开 等夏小兰和周城先见一面 才会通知汤洪恩过来 终于走到了村子 也见到了人 没有夏小兰想象中的有黑干瘦 他们要找的女人过得居然还不错 村里是很穷 但这家人条件稍好 日子过得还挺红火 女人也一脸朴实的幸福 会是汤友如吗 夏小兰打量着女人 试探着叫了一声小姑姑 又提了汤友如和汤洪恩等名字 女人一点反应都没有 夏小兰心都凉了 周城 你觉得像不像 夏小兰太紧张 都不敢确认 周城摇头 我也不能确定 汤友如身上并没什么胎记特征 汤洪恩印象最深的就是妹妹脸上有两个梨窝 夏小兰拼命找女人的梨窝在哪 咋看 那都是法令文的者子啊 周城正想说 要不做个DNA鉴定吧 还有这技术能确认呢 女人明白她们的来意 着急起来 说了一连串的土话 她说自己不是你们要找的人 她是被没人领过来换亲的 老家在鼠省那边 你们找错人了 咦等等 她说前些年 村里有一家的童养戏逃跑了 可能是你们要找的人 这个神转折 夏小兰压下激动 有那个女人的具体信息吗 她是二十多年前被人送来村子当养席的 养到十多岁 就让她嫁给了这家的大儿子 哪知道结婚没多久 她男人在山上摔死了 这家人想着 买来的养席不能白白浪费 总要给家里传宗接代 就要把她再嫁给小叔子 看起来老老实实的 却把一家人给骗了 跑进了大山里 再也没找到过人 肯定被山里的野兽给吃了 或者摔到哪个山崖下也有可能 了解情况的 再给夏小兰讲 夏小兰听着赌心 怎么就不能是跑出去了 周围的人马上闭嘴 夏小兰瞧起来真不好惹 在暴走的边缘 只有周成才能安抚她 先见一见那家人 夏小兰点头 那家人本来有两个儿子 大儿子死后 想把买来的养席架 给小儿子传宗接代 哪知养席又跑掉了 如今也小二十年过去 小儿子还是在打光棍 提起跑掉的养席 自然是一肚皮火气 见有人来打听 那老于一双浑浊的眼睛 在夏小兰身上扫来扫去 竟然问夏小兰 是不是自己而媳妇的家人 还说人跑掉了 夏小兰应该赔偿她家 买养席的钱 真是穷山恶水出刁民 夏小兰经常把别人气到 恨不得原地爆炸 如今风水轮流转 竟也轮到她要炸了 我来问 周成捏了捏她的手 夏小兰深吸几口气 好 你问 刁民们觉得年轻女人好欺负 换了周成上 不掩饰部队里养出来的煞气 刁民就自己缩卵了 这家的养席 脸上果然有两个梨窝 这家人要买它 就是觉得看起来很妄家 哪小的是个灾星 连个蛋都没下 就把自己男人咳死了 可去你的吧 瞧着你们一家人才是灾星 拐卖妇女儿童是犯罪 买方也是犯罪 一群反忙 别家是被卖的女人 袒护买方 这家是自己承认了 夏小兰哪能放过他们 周成让她不要太急躁 等我们走了 再让公安来抓人 周成怕这些人团结起来抵抗 她自己不怕 却担心在冲突中伤到小兰 年纪对得上 外貌特征也对得上 逃跑的养席 有七八分可能就是汤小姑 可是人海茫茫 汤小姑又跑到了哪里呢 真的死在了大山里吗 那命运 对汤小姑和老汤都太残酷了 夏小兰难难自语 如果人还活着跑出去二十年了 他怎么不去找家人 周成有自己的想法 因为他找不到 你有没有想过 一个七岁的孩子 在被卖给人贩子后 经过五次转手 最终被卖到了滇省当养席 为什么要转卖他五次这么麻烦 他肯定不是人贩子眼中乖巧可欺的性格 对这种小孩 人贩子会不停转手 也会打他吓唬他 直到他再也不敢提回家 不敢跑 所以 辗转沦落到滇省后 汤有如对自己家里的情况 还能记住吗 小孩子的记忆是不稳定的 非常容易被影响 他被转手好几次 没被打傻 也不会太机灵了 滇省离京城太远了 夏小兰被周成点醒 嘴里顿时一阵苦涩 是我错了 汤叔说小姑姑聪明伶俐 我才以这个标准去衡量 我没想过环境不同 一个小孩子的性格会变化 更忽略了很重要的一点 汤叔曾教小姑姑读书认字 他落到人贩子手里后 却再也不会有机会学习了 外部环境是塑造一个人性格的关键 生活在幸福家庭的孩子 聪不聪明先不说 倒是大部分很乐观活泼 汤有如出生的那个年代 国家正在搞轰轰烈烈的扫盲运动 从1949年到1964年 先后有一华国人摘掉了文盲的帽子 在1964年全国第二次人口普查的同时 顺便对国民的文化素质进行了调查统计 当时15岁以上的国民 文盲率从建国初期的80%下降到了50% 也就是说 在刚解放的时候 十个成年人里 顶天能找出两个十字的 在轰轰烈烈的扫盲运动后 十个成年人能有五个十字的 这个进步不可谓不大 汤有如的聪明 就是被遍地都是文盲对比出来的 如果后续没有坚持学习 小时候的聪明 长大后还剩几分真的很难说 夏小兰先是泄气 随即又打起精神 所以这么多年 小姑姑没有找回家里 不是因为她出了什么意外 她可能就是记不住家在哪里了 这个说法不仅能给夏小兰安慰 更能安慰汤洪恩 周成也是这样想的 夫妻俩都不愿意去想最坏的结果 我们假设汤小姑成功翻越了大山逃出去 她身上没有介绍信 也没有钱 肯定是跑不远的 她只能先找个落脚的地方 安定下来 慢慢再做其他打算 我们以她跑掉的村子为中心 辐射四周 先以五十里为半径去查 再扩张到一百里 再到二百里 持续投入人力 总能有个结果 夏小兰轻轻点头 一个女人要找个落脚地方 很有可能是改嫁 她不想被抓回去 不想被找到 嫁给另一个男人 自然会得到庇护 从天而降的老婆 谁会往外推 夏小兰肯定不会这样选 可汤友如有什么更好的选择吗 显然是没有的 这个工作量不小 要调动太多人去找 周成的婚假基本上已经用完了 夏小兰准备自己留在滇省 你先回穷岛吧 等这边有个结果 我就去穷岛和你会合 这已经是一月下旬 穷岛地产也快沸腾了 夏小兰是肯定要去穷岛的 周成也没办法 晚上有媳妇摟着睡和自己一个人睡 肯定是前者好 可她婚假结束了呀 好在不出意外 她会在穷岛待几年 而夏小兰未来两三年的事业重心也在穷岛 夫妻俩时不时能见个面 不算两地分居 周成一走 夏小兰马上从鹏城调来了游历 虽然有公安在调查 我们自己也不能傻等着 花钱雇人一起找 我要尽快把这附近都翻一遍 对了 你母亲转院到鹏城 还适应吧 游历看起来瘦了些 精神倒还不错 多亏了葛经理安排 鹏城那边接收的医院很好 我妈妈还挺适应 从京城转院到鹏城 还是游历母亲这种情况 葛剑的确是帮了大忙 要不咋说一人得到鸡犬升天呢 启航要是不牛逼 葛剑一个精灵哪来这么大的能量 适应就好 你有啥需要帮忙的 不要客气 你是我的秘书 更是我的朋友 夏小兰没追问游历的感情选择 她不能以自己的想法去替对方决断 游历虽然今年才满19岁 却是有自己想法的姑娘 是上司也好 是朋友也罢 她凭什么干涉游历的人生 何况发生了邵光荣她妈找上门的事 游历下决心再也不和邵光荣 有任何感情牵扯 夏小兰完全能理解 游历很感激夏小兰这样的态度 这让她松了一口气 如果夏总要帮着邵光荣劝她 她真不知怎么是好了 邵光荣帮了她 而夏总却改变了她的人生 她对邵光荣是感激 对夏总是感激和敬重并存 夏总 我一定会把工作做好的 游历给自己打气加油 感情对她来说太奢侈了 工作才是最重要的 她不仅要保住自己的工作 还要在工作上做出成绩 才能对得起夏总的看重 工作也带给游历底气 她一定可以负担起母亲的治疗费用 邵家觉得她妈妈是负担 游历难以反驳 家猪在别人身上 的确是负担 如果只在她自己身上 游历可不那么想 她妈瘫痪后 乔全秉露出了真面目 她妈叫她自己跑 跑得远远的再也不要回去 怎么可能 如果当儿女的 在母亲失去劳动力后 将母亲抛下 那当母亲的 岂不是也能在儿女孩小时 将儿女视为拖累 也果断一气 如果她妈当年不带着她这个脱油瓶改嫁 说不定会有更多选择 根本不会嫁给乔全饼令人渣吧 邵光荣母亲的反对 让游历难堪 却也坚定了她要以事业为重的想法 她要学夏总 要靠自己 这一次替汤市长找妹妹 就是她证明自己工作能力的好机会 游历过来帮忙 夏小兰的确要顺手许多 游历有很强的协调能力 还会统筹归纳 夏小兰让她去收四合院的房租时就发现了 一套院子就好几个房间 几套四合院 是几十户不同的租客 游历都安排得妥妥当当 那时候 游历全靠本能在做事 当了一年多秘书 本事也变大了 夏小兰又不怕花钱 砸钱雇人去找就行了呗 游历负责同管雇来的人 并整理他们的排查结果 按照周成说的 以出逃的村子为中心 在半径一百二十多里的地方 终于有所收获 有一家人 曾经在山脚下 就过一个昏迷的年轻姑娘 年纪不超过二十岁 醒来后非常谨慎 对自己的情况一点都没透露 性格看上去老实寡言 手脚勤快 很能干活 名字 没说自己名字 人去哪里了 两三个月后吧 忽然就自己走了 什么口信都没留下 就像没来过一样 人很瘦 笑起来脸上有两个窝 脸上有两个窝 这应该就是跑出来的汤友如 她并没有死在大山里 而是成功翻越了大山 夏小兰想为她叫好 沉默寡言更正常了 一个人被转卖了几次 总会很防备别人 难道张口就要说 自己是被拐卖后逃出来的呀 万一又被这户人家送回去呢 这家人收留过汤友如 也提供了线索 夏小兰让游历给了对方报酬 可能是她钱给的痛快 对方又把他们叫住 我们救她的时候 她应该是怀孕了 只是月份太小看不出来 后来我看她人虽然瘦 腰却变粗了 还问过她 过几天她就不见了 我们家不是那种人 没人欺负过她 孩子肯定是之前就怀上了的 怀孕了 夏小兰心中一沉 按时间推算 肚子里的孩子 只怕是山村里 那个早死鬼丈夫的 能看出她当时 怀孕几个月了吗 要真怀了 至少三四个月 把人就回来时 肚子还是平的 两个多月后才能看出来 那就是显怀了 再把那倒霉鬼丈夫 死的时间算上 汤友如离开这家人时 应该是怀孕至少五个月 为什么五个月才显怀 整天担惊受怕 孩子能发育好才怪呢 五个月 这孩子想打掉都麻烦 她又没介绍信 去哪里打胎 那时候国家还没搞计划生育 打胎比生孩子还麻烦 夏小兰不得不假设 汤友如把孩子生了下来 汤友如离开这户人家时 是十月底 孩子应该会在第二年春天出生 小游 这下我们要去查医院 查这些乡下的接生婆 她大着肚子应该走不出滇声 她离开这家人时 是1968年十月底 孩子若是足月出生 应该会是1969年三月左右 范围下缩小了许多 小游 小游有点走神 夏小兰叫了两声 她才回过神来 对不起 夏总 我刚才注意力不集中 夏小兰移了一声 小姑姑的孩子 应该和你一样大 你们是同龄人 是啊 她就是1969年三月份的生日 游历差点都怀疑 夏总要找的人 就是 这世上 哪会有这么巧的事 她妈又不信汤 游历压下心中的异养 更努力投入到工作中 夏总说的没错 范围缩小了 在滇省滞留了一个多月 二月底 在省会春城的医院 查到了很重要的线索 有一个年轻的女人破了羊水 被好心人送到医院 于三月四日产下一名女婴 一个人来生孩子的不多 看她样子年纪不大 生下的女儿怎么样 我们还劝她把孩子送人 她死活不答应 没几天就带着孩子走了 当时没急清医药费 又过了两个月 她凑了些钱来医院 把医药费结了 还让我们给她女儿 开一张出生证明 这名护士长当年 还是个小护士呢 逃费的人不少 跑掉后又跑回来 送医药费的却不多 护士长当年刚参加工作 对这件事印象比较深 出生证医院是要存档的 夏小兰拿着那张手写的出生证 看了又看 最终递给了小游 我恐怕要缓缓 你估计也是 期待 你对了小兰拿着的 看了不人是不合理的